在第十课中,我们学习了有关于被动语态的知识 那么今天我们再次的深入的了解一下被动语态的知识 我们知道被动语态的构成结构是B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 这是最基本的关于被动语态的知识点 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知识点是关于在主动剧中 如果位语动词后面带有双边语的情况 怎么样地把它改编成为被动语态 我们知道有些位语动词后面可以跟上直接兵语以及间接兵语 那么这个直接兵语以及间接兵语 它们都可以分别地在被动剧中充当主语 比如我们看到下面这句话 Fred gave me a present 这个句子中me它是间接兵语 而后面的present是这个句子里面的直接兵语 所以第一我们可以把me作为被动语态的主语 那么这句话的中文意思就是 我被Fred给了这么一件礼物 那么原句中me是一个兵格 当它变为被动语态的主语之后 需要把兵格的me变为主格的爱 才能充当为主语 因此这个句子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I was given a present by Fred 好 那么同样我们刚才原句中的a present 这么一个直接兵语也能把它变为被动语态 构成被动剧的主语 这个时候这句话我们得这么样地讲 a present was given to me by Fred ok 一件礼物由Fred 给了我 那么这个句中间 那么在间接兵语的me的前面呢 补充上了介词to 所以当主动剧的直接兵语 变成了被动剧的主语之后 我们需要在间接兵语前面 加上相关的介词 好 那么这第一点我们所要了解的 第二 那么动词短语变为了被动语态的时候 那么构成动词短语中不可缺少的介词 或者副词在被动语态里面是不能够省略掉的 比如我们看到下面这句话 the babysitter took good care of the kid 这个保姆很好的照顾了这个孩子 那么原句中有一个短语 to took good care of 那么最后的这个介词of 当它出现在了被动语态的时候 这个介词of仍然是需要保留的 比如我们看到下面的被动语态结构句子 the kid was taken good care of by the babysitter 那么在动词短语中 这些介词或者副词是构成这个短语不可缺少的部分 因此咱们一定记住了 在被动语态里面 这些介词或者副词仍然需要保留 好 紧接我们看到的是第三点 待有复合宾语的动词变为被动语态的时候 只把冰语变成被动语的主语 那么原句中的冰语补足语保留在原处 那么此时的冰语补足语就变成了主语的补足语 比如我们看到下面这句话 I saw Lily dancing in the gym 我看见Lily在体育馆里面跳舞 那么这个Lily就是saw这个动作的对象 所以Lily它就是冰语 那么后面的dancing in the gym 作为冰语的补足语 说明Lily它在做什么样的相关事情 那么这个句子把它变成了被动句 我们就把冰语的Lily变成了被动句的主语 那么原句中的冰语补足语保留下来 所以构成被动句之后 就可以说Lily was a thing dancing in the gym 那么现在在被动句里面的dancing in the gym 是作为对主语Lily的补充说明 因此在主动句中间的dancing in the gym 这么一个冰语补足语就变成了被动句的主语补足语 好 那么这是第三点 我们再看第四 感官动词 比如有see hear watch feel notice 等等的 以及始一动词 比如有let make have 那么这些词在主动句的后面 要跟上的是省略to的不定识 当它们变成了被动句的结构之中的时候 需要在这些动词不定识的动词的原型前 加上不定识的符号to 比如我们看到了后面这个句子 the boss made Jim work ten hours a day 那么这位老板 他使得Jim每天工作十小时 所以我们把这个句子的Jim 变为了被动句的主语之后 那么此时在动词原型work的前面 需要加上动词不定识的to 所以这个句子就构成了 Jim was made to work ten hours a day by the boss 好 那么这是关于始一动词 以及感官动词 它们在被动句中间的使用的原则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五点 如果这个句子中间含有形态动词 那么它的被动语态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呢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例句 the task must be completed today 这项任务今天必须要完成 那么这句话中就含有形态词must 那么形态词后面 我们加上的是be这个主动词的原型形式 然后再加上了ok动词的过去分词 那么这样形态词当它出现在句子里面 ok构成我们这个被动语态结构中的 谓语的成分的时候呢 此时整个的谓语结构 那就是形态动词加上b 再加上过去分词 最后 我们经常所看到的get 加上过去分词结构形式 它其实表现出的是一种被动的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呢 往往都用于口语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句子 Mary will get married next month Mary将于下个月结婚 所以这块的get married get加上married的过去分词 它就是一种被动的结构形式 好 那么关于这六点我们看过之后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话 看看这段话之中 所控制出的动词 该应用的是主动语态 还是被动语态 那么这段话呢 选自于Helen Keller所写的 three days to see 假如给我三天的光明 Helen Keller她是位盲人 所以在文章里面写到了 如果她有三天的时间 能够看到她周到的这个世界 她将如何去珍惜 她将去看看她身边中 什么样的一些事物 好 我们来看这段话 In stories 在一些故事中 The doomed hero 将死的主人公 really 控格 save 那么他们常常是救别人呢 还是被别人所救呢 这里我们还不能判断 继续往下看 At the last minute 在最后的一刻 By some struggle of fortune 被突然降临的幸运 那么显然这个句子中间 出现了借词by 再加上动作的执行者 那么证明我们这个句子 所需要用上的就是被动语态 OK 意思是 将死的主人公 往往被突然降临的幸运 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把他们给救起了 好 那么所以咱们这个句子里面的save 用上被动语态 be saved 那么usually 这么一个频率副词 告诉我们 需要用上的是 一般现在式 所以咱们第一个空 得这么说 the doomed hero is usually saved 副词呢 我们把它放在了 被动语态的b 和动词的过去分词之间 所以就是 is usually saved 好 继续往下 but almost always his sense of values 空格 change 但是 它的价值观 几乎总是 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 是主动被动呢 这个句子的主语是 his sense of values 它的价值观 它的价值观 是被它所变 所以我们当然 需要用上的是 被动语态 那么主语 his sense of values 中心词是sense 单数 在结合上 一般现在式 因此这个空 我们就得说 his sense of values is changed 好 继续往下 he 空格 become more appreciative of the meaning of life he 他 become 变得 它当然是 主动的变得 在结合上文中间 所用的一般现在式 因此这个句子里边 我们也用上 一般现在式 所以我们填的就是 he becomes more appreciative of the meaning of life appreciative 表示为 理解的 所以它更能够 理解 生命的意义 and these permanent spiritual values 而且它也能 更能够理解 精神价值 ok 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呢 permanent 永恒的 它也能够理解 这种永恒的精神价值 好 继续 it has often 空格 note that those who 空格 leave or have leaved 那么这个句子的主语 是it 这个it呢 不是真正的主语 我们这个句子的真正主语 是后面的从句内容 是这个事情 他们被人们所注意到了 所以咱们这个空格里面 也得要用上的是 被动语态的结构形式 而且 在it后面出现了 注动词的has 所以就告诉我们 需要用上完成实态 因此这个空 我们得这么填 it has often been noted 往往被大家所注意到的是 这样一些事情 those who 那些人 什么样的人呢 生活 或者 or have lived 或者曾经生活 所以咱们第一个空 我们得用上的是 现在生活 所以用上的是 一般现在时 OK those who live or have lived 那些曾经生活在 并且现在生活在 哪儿呢 in the shadow of death 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 再往下 空格 bring a mellow sweetness to everything they do OK 那么这些生活在 或者曾经生活在 死亡阴影下的人 他就给他们 现在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 都带来了 方唇的香甜 那么这个带来 是主语 those 那些人 主动带来 所以我们也得用上 主动语态 OK 并且结合一般现在时 所以我们这个空里面 就填上 bring OK 好 那么因此整段话 我们就得这么样的讲了 我们就得这么样的讲了 In stories It has often been noted that Those who live or have lived in the shadow of death bring a mellow sweetness to everything they do 好 那么这段话呢 写得非常的不错 我们同学们 可以仔仔细细的 品味一下 那么关于今天的 拓展内容呢 我们就 学习到这里了 好